金牛处女摩羯给您下周星星传讯 老规矩文补画饼主打记忆和壁雷 结果下周的这个星象金牛在周一到周三的时候 会有一些放松心情的好时光 不过呢比较容易有一些情绪消费 小心为这个对象小孩娱乐游戏刺创自己的钱 如果说相约猪游的话就要惊呼好对象的朋友 避免冷落一方 周二这个新月会在你的桃花红 那么可以喊我帮你感情评 可能会有表白或者被表白 会确定一个关系 已婚的父亲应该会有小孩的好消息 近期小心为社交网络吸引物图花一些冤枉钱 不要轻易相信朋友的这个小道消息或者大饼 未来两个月的时间需要额外去注意出行 然后比较容易迷路或者冲动坏车交通事故 人际沟通也会相对来说比较暴躁一点点 容易吵架犯口舌 而且还要小心手脚或者磕磕碰碰 流血受伤的一些问题 然后周四到这个周六的时候呢 就相对来说工作会很忙 会像骆驼一样 但是不摸鱼专注开看就会有物质的惊喜 可能会跟家人谈心聊收入处理一些家事 周末会陪对象见朋友或者约会 然后聚餐小心为爱 搞事业的人合作运很强 课源不错 然后处女周一到周三的时候都适合把能量固于自身 热血干活去处理一些工作方面的事物 不过要注意一下这个态度 就避免跟领导产生一些冲突 周二的时候这个会发生在你的本命宫 那么你是最容易受到这波能量鼓舞的人 记得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地图 升级一下自身的频率 或者抓住这一波能够带来炸裂变化的考虑 此刻其实最适合布局 然后近期的话就比较警惕一些合作 或者事业上面的一些骗局 不要轻易去相信领导的大饼 尤其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更要自信 面对感情呢也要去保持理性 可能会有一些欺骗性的事件在等你 必要的时候可以结合这个和盘去摸清对方的把戏 未来两个月你可能会开辟一个团队 或者是说去开拓市场 为这个社交网络大破费的可能性也在 小心跟朋友为钱吵架 然后周四到周六的时候米韵不错 建议专注搞活吧 不过要小心这个出行或者是说一些交通安全 出行的变动 尽量不要去坐飞机 周末可能会有出行出差学习 部分人会跟对象合作伙伴聊一些重要的事情 也有可能会一些部分然后爆发一些冲突 那摩羯的话在周一到周三的时候 可能会有外出 出差远行学习考试培训 可能会为工作身体到处奔波 需要去注意一下职场的关系 还有口舌的是非 也会跟同事有一些摩擦 记忆少凑热闹 然后聊一结合 及时去关注一下身体宠物 近期的话可能会开启某个课程 或者说步入校园 然后收到一些远方的海外的 的一些消息 那要小心身体上 职场的话涉及到一些跟沟通文猪有关的 就要仔细核对 避免出错 替这个猪队友背锅 未来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火星会进入感情宫 那么单身的人会快速上头 互断关系 有半的人会充满激情 然后规划成家立业或者未来的发展 不过呢也很容易为这个琐事吵架 然后他是不是你的天选之人 或者未来能不能继续走下去 哪一些印象要如何转换 其实这些还是得从 情侣和盘去破案 那搞事业的人呢 就比较适合去推进一些项目 但是要注意到合作伙伴今天的分歧 周四到周六的时候相对来说 比较适合扎根事业 容易收获一些好运跟肯定 小心为钱 或者某些秘密引发一个感情的矛盾 周末可能会见对象 见朋友 然后参加一些聚会 或者是说自己沉迷网络 但是其实你没什么分享欲 好那就没什么了 祝大家都可以愉快的度过下周 不要忘记抓住这个周二的energy 关注点准备 那么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